VVIP是国家要请的到北京专机 是飞650阿联酋的国王的飞翼 国王的副总理 相当于咱们中办主任去飞过去 是这个三个身份 他们阿联酋的中头 就是国家主权基金的主席 他是他们的中办主任 相当于他们的行政委员会主席 同时他也是皇族 相当于咱们的国家副总统的待遇 老弟你给我查一下 最近这个航班方面的话 最近几次去过中国 还能不能查一下 他在国际上的行程 好 先给我简单看一下 好好总结总结发给我 我只是想了解信息 一点也别漏兄弟 就是飞机航班哪到哪 然后呢 航班上谁坐着 然后呢 就这些人呢 给我 老弟啊 VIP到了以后呢 他们在机场待了一个小时 有个领导会见 你一会儿给我问一下 他们在哪会见呢 都什么人会见呢 多长时间啊 你这样25号到30号之间呢 看给我注意点 这个有没有阿联酋的 一个外交部的飞机飞过去 你给我查着点啊 如果有了你马上告诉我 阿联酋的外交部的飞机啊 你说呢 刚才那个美国那个国务卿 John Kerry啊 他现在一会儿到巴黎 他想我今晚上过去跟他见个面 他呢 就关于中国现在闹那么大的南海的问题 还有萨德导弹的事 他可能是想跟我聊聊 然后明天呢 柯林顿两口子邀请我去他小石城 他老家 我飞过去 去小石城跟他见个面啊 你觉得怎么样 你给我总结总结 这个外国政府人员 谁的飞机最牛 谁的素子最高 他们和谁跟中国关系最好 这个特别是最近这个沙特的这个王子来 他的飞机怎么样 机队怎么样 有什么笑话吗 我特关心这事 他飞来飞去怎么样 顺利吗 有多少人 你给我详细说说 不是 就是那个沙特王子的飞 头两天 28号访问北京的沙特王储 然后北京完了又飞到了这个日本 出日本又回到了杭州 就了解他们怎么样 顺利吗 什么情况 多少人 什么飞机 老弟你能不能以今天或者明天最快的时间 就是那个这个飞机上宾客 其中有个叫瓦利 这个人你看看最近的这半年的出入大陆的 那个记录能够查一下吧 了解一下 就是那个越快越好 这叫瓦利 好好好 但是这个资料一定能查到老弟 一定有的 那个特别那个瓦利 瓦利 你帮我好好查一下老弟 那个那个 英联纳的那个 俄罗斯那个 我觉得这些 这几个人方便的时候 也给我弄一下兄弟 那么多了解一下 就像这一样的 我们一起来的 也不在那儿 我们一起来的